廢棄物堆成小山 几乎都是易燃物 熊熊大火燃燒 消防人員获報到場 拉起水線 怪手也出動 花得少許多 都聞到就對了 都聞到什麼味道 十八個味道 頭就是一個臭味 就是垃圾味 尾就是焚燒味 燒火燒過的味道 今天早上起來 又怕又說不了 初步研判是因為過年期間 的這個資源回收物的暫自區 那這個暫自區 本來是預計在3月1號 要做處理 但是因為昨天也剛好 就是天氣比較炎熱乾燥 所以就引發了火警 周章社區居民聞到意味 一夜不得安寧 起火的地點是嘉義市 胡子內綠能永續 循環園區的環保用地 因應新的焚化爐新建 成為資源回收暫自廠 不是第一次發生火警 2018、2023和2024年 已經三度起火 去年燒的教訓還不夠嗎 去年已經煉燒燒兩天 這次就燒 我們大家聽到鄉親都歡迎說 放在樓梁裡 不然就去化就要用燒的 不然我們都剛好 都在這種發生人 二次會往南邊飄的時候 它就會燒 嘉義市環保用地廢棄物起火 隔一條巴掌溪支流就是嘉義縣的水上 和中埔鄉 人口稠密區空氣品質受到影響 立委要求相關單位撤查起火原因 西里修廖國雄欧玉文嘉義報導 洞 V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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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D